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就是搭飞机出国 结果回来之后呢 发现说行李有东西不见了 这是呢 桃源国际机场旅客偷运的行李当中呢 经常就发现有财务遗失 经过了航警局深入侦查才发现 原来呢 在机场内有一个专门行窃旅客财务的集团 那么机场内呢 有一个地勤公司人员 整组呢 大约有十多个人 多年来一直在机坪 担任是从飞机机舱搬运旅客行李的工作 那么涉嫌行窃旅客的财务 整组人员呢 有可能会是一个共犯结构 由于这个牵涉的非常的广 而且呢 又涉及了这家公司的信誉 因此检调双方现在都非常的低调